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十二位企业家 根据陈云龙刚才的表现 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有请 祝贺你云龙 十二盏灯全部保留 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第二环节 名字叫天生我有才 我要给大家 展示的东西也算不上是什么才艺 演讲的主题就是天生我有才 在几年前我的一个好兄弟 那个比较照顾我的工作属性 接触的女性可能比较少 就给我介绍女朋友 那个女生就问了她一句 就说她有什么才华 然后我那个兄弟就说 她有这个 那个这个 知之无物说不出来 然后她就向我投来那 需要我自我介绍的一个目光 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才华 然后我的爱情故事就因为我没有才华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然后后来 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 我也一直在思考 什么是才华 然后我现在有了一点点思考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认为的才华是当你具备一种技能可以把它变成钱的时候可以成为一种才华 还有就是你具备一种大多数人不具备的技能可以提高你个人人格魅力的事情 就算他不能带来钱 那也是一种才华 我在和我的同事们工作的环境当中 我善于讲一些兵法呀 军事上的故事 当我的同事们世纪比较低落的时候 我也讲军事故事的方式 给他们那个鼓舞世纪也好 让大家以非常愉悦的心情来工作 从这两个方面讲 我也在下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才华 因为我一直如今天我是来面试 我一直说我自己没才华 待会儿你们就 全部都面完了 待会儿主持人上来 我就给大家说再见 我觉得有失体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觉得你未来的成就会比现在更高 看好你的未来 那你觉得他能超过你的成就吗 完全有可能 我不是完全有可能 是现在已经超过了 说实话 没有 没 没 没